普悠瑪車廂走道被人潮擠的水泄不通 这是14号大年初三的画面 明显超过普悠瑪泰鲁格过年只能卖120张战票的规定 平均下来一节车厢骑士只能占15人 但实际搭乘初四台北往东部的普悠瑪 发现人不多但还是有乘客连战票都没买 违规用电子票证上车 而车长也有巡回车厢查票 没有座位的票价加收五成 毕竟是为了防疫不让单一车厢太多人 但是台铁可以拿悠悠卡 易卡通等电子票证进站 人数难以控管 疫情比较严重那他们人力也不足 对就是等他们体谅他们一下 等人力比较足的时候就希望他们可以去做检查 台铁回应会请车长加强查验票证一一要求补票 超过120人会请没买站票的人尽快下车 高铁台北站初四旅客不算多 但还是有民众拖着行李打算出游或返乡 台中站同样乘客比去年少 人比较少一点 这边中国排队的旅客呢 他基本上都想要换票 看能不能换早一点的车 高铁初三初四有加开北上全车队号租列车 至于初五收假日也会试调度情况增加车次 以分散返乡人群 让书彧效能和防疫都达到平衡